1月3日,蒙古媒体网训,一南籍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,基地问题研究专家杜格日加布,为首的蒙古国南籍科考队,于2018年12月12日出发开始了对南籍的探险征程,科考队成员有海洋问题研究专家刚巴特尔、博士天照日格、阿图梦河等。 据称,杜格日加布曾于2009年在基地大陆上加了蒙古包,插上蒙古国旗,建立了首个蒙古科考站。 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,杜格日加布在驻南吉利文斯通道的保加利亚科考站,研究世界气候变化问题期间,曾第四次前往南籍点探险。 蒙古国是于2013年3月15日加入南籍国际公约的,同时拥有了在南籍建立科考站的资格。 基地问题研究专家杜格日加布首次踏上南籍大陆后,曾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文写道, 我已经站在未来的,即将被命名完成吉思汗的蒙古国南籍科考站的地点上了,并点了七项自动观测站的位置。 在要建设科考站的具体位置上,先建了一个小膀包,并查上了蒙古国的国旗。 未来的蒙古国科考站,要满足六个人共同工作生活,最初建设科考站所需的建筑材料,可以考虑从西班牙解决。 但是,在南籍想要建成一个科考站,大约需要两亿美元的资金。 蒙古国的南籍科考站,计划建在利文斯通道上,一块约10×20米大小的岩石区域上。 南籍州内陆高原也平均气温为零下54摄氏度左右,极端最低气温曾达到零下89.2摄氏度,为世界最冷的陆地。 即使夏季的一、二月份,平均气温也保持零下34摄氏度左右。 近年来,世界各国在南籍地区建立了多多科考站。 比如,美国耗资10亿美元,在距离南极点10余公立院的地方,建了阿蒙三伊斯科特站。 韩国2010-2011年,耗资10亿美元建了两个科考站。 中国2012年耗资10亿美元,建了长城科考站。 保加利亚建成自己的科考站,耗资数百万美元。 虽然不清楚蒙古国何时能按此标准投资建成科考站,但一旦拥有自己的科考站,将会受益无穷。 就此问题杜格日加布认为,南极问题研究不论是从科学角度,还是从政治角度考量,意义都十分重大。 为什么如此说呢? 南极大陆面积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0%,是世界上淡水的重要储藏地,拥有地球80%左右的淡水资源。 平均厚度为3400米,面积为1450万平方公里的冰盖层,是巨大的天然冷库,是调节地球温度的最主要资源。 南极周围海洋中盛产林下,将是人类未来的主要食物资源。 从战略角度讲,谁控制了南极,谁就拥有了未来。 蒙古人天生适合在南极生存和工作,因为蒙古人天生耐寒,从小是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中长大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i-fi哦。 谢谢大家。